苏菲的世界第一卷第一面 自己对生命的看法 这只家追寻真理的过程 很像是一部侦探小说 有人认为安德森是凶手 有人则认为尼尔森或真生才是 遇到犯罪案件 警方有时可以侦破 但也很可能永远无法查出真相 虽然在某个地方 一定有一个破案的办法 因此 即使要回答一个问题很不容易 但无论如何 总会有一个 且仅此一个正确答案的 人死后 要不就是透过某种形式存在 要不就是根本不再存在 过去许多千百年的谜题 如今都做了科学的解释 从前月亮黑暗的那一面 可说是神秘莫测 由于这不是那种 可以借讨论来解决的问题 因此当时月亮的真实面目如何 全凭个人想象 然而今天我们已经确知 月亮黑暗的那一面是何模样 没有人会再相信嫦娥的存在 或月亮是由绿色的乳酪做成 等等说法了 两千多年前 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认为 哲学之所以产生 是因为人有好奇性的缘故 他相信 人对于活着这件事非常惊讶 因此自然而然就提出了一些 哲学性的问题 这就像我们看人家片魔术一样 由于我们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于是便问道 魔术师如何能将两三条白色的丝巾 变成一只火生生的兔子呢 许多人对于这世界的种种 也同样有不可置信的感觉 就像我们看到魔术师 突然从一顶原本空空如也的帽子里 拉出一只兔子一般 关于突然变出兔子的事 我们知道 这不过是魔术师耍的把戏罢了 我们只是想知道 他如何办到而已 然而 谈到有关世界的事实 情况便有些不同了 我们知道 这世界不全然是魔术师 妙手一挥 掩人耳目的把戏 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其中 我们是他的一部分 事实上 我们就是那只被人从帽子里 拉出来的小白兔 我们与小白兔之间 唯一的不同是 小白兔并不明白 它本身参与了一场魔术表演 我们则相反 我们觉得自己是某种神秘树物的一部分 我们想了解其中的奥秘 PS 关于小白兔 最好把它比作整个宇宙 而我们人类则是 寄居在兔子毛皮深处的维生虫 不过这些家总是试图 沿着兔子的细毛往上爬 以便将魔术师看个清楚 苏菲 你还在看吗 未完再续 苏菲真是累极了 还在看吗 他甚至不记得 他在看信时 是否曾停下来喘口气呢 是谁捎了这封信 当然不可能是那位 寄生日卡给其得的人 因为卡片上不但有邮票 还有邮桌 但这个棕色的信封 就像那两封白色的信一样 是由某人亲自投进信箱的 苏菲 看手表 时间是两点四十五分 妈妈还有两个多小时才下班 苏菲爬出来 回到园子里 跑到信箱旁 也许还有另一封信了 他发现另一个写着他名字的棕色信封 这一回他四下看了看 但却没有见到任何人影 他又跑到树林边 往路的那一头张望 那边也没有人 突然间他好像听到树林深处某根枝条 啪一声转发的声音 不过他并不是百分之百确定 何况如果一个人决心要逃跑 再怎么追他也没有用 苏菲进入屋里 把书包盒给妈妈的信 放在厨房的桌子上 然后便跑上楼梯 进入他的房间 拿出一个装满美丽石子的饼干盒 他把那些石头倒在地板上 把两个大信封装进盒子里 然后又匆忙走到花园里 双手紧紧拿着饼干盒 临走时 他拿出一些食物给雪儿吃 猫咪猫咪猫咪 回到密动中后 他打开第二封棕色的信 取出几页才刚打好字的信纸 他开始看信 奇怪的生物 嗨 苏菲 我们又见面了 常如你所看见的 这门简短的哲学课程 将会以一小段一小段的形式出现 一架仍然是序言部分 我是否曾经说过 成为一个优秀哲学家的唯一条件是要有好奇心 如果我未曾说过 那么我现在要说 成为一个优秀哲学家的唯一条件是要有好奇心 因而有好奇心 这并不令人意外 在娘胎里短短几个月后 他们便掉进一个崭新的世界 不过当他们慢慢成长时 这种好奇心似乎也逐渐减少 为什么 你知道答案吗 苏菲 让我们假设 如果一个出生的婴儿会说话 他可能会说 他来到的世界是多么奇特 因为尽管他不能说话 我们可以看到 他如何左顾右盼 并好奇地伸手想碰住 他身边的每一样东西 小孩子逐渐是会说话后 每一次看见狗 便会抬起头说 旺旺 他会在斜步车里跳上跳下 挥舞着双手说 旺旺旺旺旺 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 比较见多事广的人 可能会觉得 小孩子这种兴奋之情 洋溢的样子很累人 我们会无动于衷地说 对对 这是旺旺 好了 坐着不要动 看到狗 我们可不像小孩子那样着迷 因为我们早就看过了 小孩子这种行为会一再重复 可能要经过数百次以后 他才会在看到狗时 不再兴奋异常 在他看到大象或河马时 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远在孩童学会如何讲话得体 如何从事哲学性的思考前 他早就已经习惯这个世界了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如果你问我看法的话 亲爱的苏菲 我不希望你长大之后 也会成为一个把这个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人 为了确定起见 在这个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将做两三个有关思想的测验 请你想象 有一天你去树林里散步 突然间你看到前面的路上 有一艘小小的开空船 有一个很小的火星人 从船舱里爬出来 站在路上抬头看着你 你会怎么想 算了 这并不重要 但你是否曾经想过你自己也是个火星人呢 很明显的 你不太可能突然中间一个来自其他星球的生物 我们甚至不知道其他星球是否也有生物存在 不过有一天你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 你可能会突然停下来 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自己 就在你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 你会想 我是一个不同反响的存在 我是一个神秘的生物 你觉得自己好像刚从一个梦幻中醒来 我是谁 你问到 你知道自己正行走在宇宙的一个星球上 但宇宙又是什么 如果你像这样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你会发现自己 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火星人那样神秘 你不仅看到一个从外太空来的生命 同时也会到心里深处 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如此不同反响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除非现在就让我们来做另一个思想上的测验 有一天早上 爸妈和小童正在厨房里吃早餐 过了一会儿 妈妈站起身来 走到水槽边 这时爸爸飞了起来 在天花板下面漂浮 小童坐在那儿看着 你想小童会说什么呢 也许他会指着父亲说 爸爸在飞 小童当然会觉得吃惊 但是他经常有这样的经验 爸爸所做的奇妙的事太多了 因此 这回他飞到早餐桌上方 这件事对小童并没有什么特别 每天爸爸都用一个很古迹的机器刮胡子 有时他会爬到屋顶上调整电视的天线 或者他偶尔也会把头伸进汽车的引擎盖里 出来时脸都是黑的 好了 现在轮到妈妈了 他听到小童说的话 转身一条 你想他看到爸爸像没事人一般漂浮在餐桌的上方 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吓得把果酱罐子掉在地上 然后开始尖叫 等到爸爸好整一下的回到座位上时 他可能已经需要急救了 从现在起 爸爸可真是该注意一下自己的餐桌礼仪了 为何小童和妈妈有如此不同的反应 你认为呢 这完全与习惯有关 注意 妈妈已经知道人是不能飞的 小童则不然 他仍然不确定在这个世界上 人能做些什么 或不能做些什么 然而 苏菲 这世界又是怎么回事呢 它也一样漂浮在太空中啊 你认为这可能吗 遗憾的是 当我们成长时 不仅习惯了有地心引力这回事 同时也很快的习惯了世上的一切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似乎失去了对这世界的好奇心 也正因此 我们丧失了某种极为重要的能力 这也是一种哲学家们想要使人们恢复的能力 因为在我们内心的某处 有某个声音告诉我们 生命是一种很庞大的神秘的存在 这是我们在学会从事这样的思考前 都曾经有过的经验 更明白的说 尽管我们都想过哲学性的问题 但却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成为哲学家 由于种种理由 大多数人都忙于日常生活的琐事 因此他们对于这世界的好奇心都受到压抑 就像那些维生虫一样 爬进兔子的皮毛深处 在那儿依然自得的待上一辈子 从此不再出来 对于孩子们而言 世上的种种都是新鲜而令人惊奇的 对于大人们则不然 大多数成人都把这世界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 这正是哲学家们之所以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次家从来不会过分习惯这个世界 对于他或他而言 这个世界一直都有一些不合理 甚至有一些复杂难解神秘莫测 这次哲学家与小孩子共同具有的一种重要能力 你可以说哲学家终其一生都像个孩子一般敏感 所以苏菲 你现在必须做个选择 你是个还没有被世界磨掉好奇心的孩子 还是一个永远不会如此的哲学家呢 如果你只是摇摇头 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孩子还是哲学家 那么你已经看过习惯这个世界 以至于不再对他感到惊讶了 果真如此 你得小心 因为你正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 这也是为何你要上这门哲学课的原因 因为我们要以防万一 我不会听任你变得像其他人一样没有感觉 我希望你有一个好奇充满求知欲的心灵 这门课程是不收费的 因此即使你没有上完也不能退费 如果你中途不想上了也没有关系 只要在新家里放个东西做讯号就可以了 最好是一只火青蛙 不至少是某种绿色的东西 以免让尤才吓一大跳 综合我上面所说的话 简而言之 这世界就像魔术师 从他的帽子里拉出的一只白兔 只是这白兔的体积极其庞大 因此这场戏法要数十亿年才变得出来 所有的生物都出生于这一只兔子的戏毛顶端 他们刚开始对于这场令人不可置信的戏法都感到惊奇 然而当他们年纪越长 也就越深入兔子的毛皮 并且呆了下来 他们在那儿值得非常安适 因此不愿再冒险爬回脆弱的兔毛顶端 唯有哲学家才会踏上此一危险的旅程 迈向与言与存在所能达到的顶峰 其中有些人掉了下来 但也有些人死命攀住兔毛不放 并对那些窝在舒适柔软的兔毛身柱 进行吃喝的人们大声吼叫 他们喊 各位先生女士们 我们正漂浮在太空中呢 但下面的人 可不管这些哲学家们在嚷些什么 这些人只会说 哇 真是一群捣蛋鬼 然后又继续他们原先的谈话 请你把奶油递过来好吗 我们今天的股价涨了多少 番茄现在是什么价钱 你有没有听说戴安娜王妃又怀孕了 每天下午 苏菲的妈妈回家时 苏菲仍处于震惊状态中 她把那个装着神秘哲学家 来信的铁盒子 很稳妥的藏在密洞中 然后她试着开始做功课 但是当她坐在那时 满脑子想的都是她刚才读的信 她过去曾为这样努力思考过 她已经不再是个小孩子了 但也还没有真正长大 苏菲意识到她已经开始朝着兔子 就是从宇宙的帽子中被拉出来的那只 温暖舒适的毛皮深处向下爬 却被这位哲学家中途拦截 她或者说不定是她 一把抓住她的后脑勺 将她拉回毛间 她还提时代耍气的地方 就在那儿 在图毛的最顶端 她再度依放浮诈性的眼光 打亮这个世界 毫无疑问 这个哲学家救了她 先行给她的无名事 将她从所罪的日常生活拯救出来了 下午五点 妈妈到家时 苏菲把她拉进起居室 将她推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 她开始问 妈 我们居然有生命 你不觉得这很令人惊讶吗 她妈妈真是仗耳金刚 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平常她回家时 苏菲多半在做功课 我想是吧 有时候 她说 有时候 没错 可是 你不觉得这个世界 居然存在 是很令人惊讶的事吗 听着 苏菲 不要再说这些话 为什么 难道你认为 这个世界平凡无奇吗 不是吗 多少都有一些吧 苏菲终于明白 这学家说的没错 大人们总是将这个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 并且就此任自己陷入柴米油盐的生活中而浑然不知 你太习惯这个世界了 才会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是说你对每一件事都太习惯了 换句话说 已经变得非常迟钝了 不要这样对我讲话 苏菲 好吧 我换一种方式说好了 你已经在这只被拉出宇宙的帽子的白兔毛皮深处待得太舒服了 再归一会儿 你就会把马铃薯拿出来 然后就开始看报纸 之后打半个小时的盾 然后看电视新闻 妈妈的脸上略过一抹憂虑的神色 她走进厨房把马铃薯拿出来 过了一会儿 她便走回起居室 这次轮到她把苏菲推到安乐椅上坐下了 我有事情要跟你谈 她说 从她的声音听起来 苏菲可以猜到事情一定很严重 你没有跑去跟人家咳什么药吧 宝贝 苏菲差一点笑出来 但她了解妈妈为什么会问她这个问题 我又不是神经病 她说 那样只会让人变得更多呢 那天晚上 谁也没有再提起任何有关咳药或白兔的事情 神话 善与和之间脆弱的平衡 第二天早上 苏菲没有接到任何信 一整天在学校里 她觉得如坐针毡 无聊极了 下课时 她特别小心 对桥安比平日更好 方式回家途中 他们讨论乡街露营的计划 只等树林里的地变干时 便可以成型 好不容易终于挨到了开心箱的时刻 首先她拆开一封盖着墨西哥油桌的信 是爸爸写来的 心想说她非常想家 还有她生平第一遭在棋赛中打败了大富 除此之外 她也几乎看完了她在寒假过后带上传的一批书 之后 祖菲又看了一个写着她名字的棕色信封 把书包和其他邮件放进屋里后 她便跑进密洞中 把信封内刚打好的信纸揪出来 开始看着 神话的世界观 嗨 苏菲 今天要上的东西很多 因此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所谓哲学 我们指的是耶稣基督降生前六百年左右 在希腊眼睛的一种崭新的思考方式 在那以前 人们在各种宗教中找到了他们心中问题的答案 这些宗教上的解释 通过神话的形式代代流传下来 所谓神话就是有关诸神的故事 其目的在解释为何生命是这一番的面貌 数几年来 世界各地有许多企图解答哲学性问题的神话故事 希腊哲学家则想证明 这些解释是不可信赖的 为了要了解古代哲学家的想法 我们必须先了解神话中显现的世界是何种面貌 我们可以拿一些北欧神话来做例子 你也许曾经听过索尔与他的铁驰的故事 在基督教传入挪威之前 人们相信索尔时常乘着一辆 由两只三甲拉着的战车横跃天空 他一挥动副头 并产生闪电与雷声 挪威文中的雷字意指索尔的怒吼 在瑞典文中 雷字原来写成 阿卡 一指神在天上出游 当天空雷电交加时便会下雨 而雨对北欧农民是很重要的 因此索尔又被尊为象征肥沃 富饶的神 因此神话中对雨的解释便是 索尔挥动锤子时就会下雨 而一旦下雨 田里的玉米便会开始发芽 佐长 田里的植物如何能够生长 并结出果实 这问题令人不解 不过显然与雨水有关 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人都相信雨水与索尔有关 因此它变成了古代北欧 最重要的神之记忆 索尔之所以受到重视 另外有一个原因 而这个原因与整个世界秩序有关 北欧人相信 人类蜘蛛的这部分世界是一个岛屿 时常面临来自外界的危险 他们称此地为米格加德 就是中央王国的意思 在这个中央王国内 有一个地方名叫阿斯加德 就是诸神的领地 中央王国外面 有一个叫做乌特加德的王国 是狡猾的巨人居住的地方 这些巨人运用各种诡计 想要摧毁这个世界 类似这样的邪恶怪物 经常被称为混乱之力 事实上不仅挪威神话 几乎所有其他文化都发现 善与恶这两种势力之间 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巨人们摧毁中央王国的方法之一 就是绑架象征肥沃 多产的女神 弗瑞亚 如果他们得逞 田野里将无法长出作物 妇女也将生不出小孩 因此非得有人来制住这些巨人不可 这时就要仰赖索尔了 他的铁锤不仅能使天空下雨 也是对抗危险的混乱之力的重要武器 这只锤子几乎给了他无边的法力 他可以用它直杀巨人 而且不需担心把他弄丢 因为他总是会自动回到他的身边 就像回力球一样 这就是神话中对于大自然如何维持平衡 为何善与恶之间永远相互对抗等问题的解释 而这些家们拒绝接受这种解释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解释的问题 当干旱、瘟疫等灾害发生时 凡人不能光是呆坐在那 等着神明来解救 他们必须在这场对抗邪恶的战争中出力 而他们出力的方法则是举行种种宗教仪式 在古代的北欧 意义最重大的宗教仪式乃是献祭 对神明献祭可以增强神明的法力 举个例子 凡人必须以祭品供奉神明 以给予他们再生混乱之力的力量 其方法是宰杀牲畜 祭拜神明 古代北欧人祭祀索尔时通常以山羊为祭品 祭拜欧丁时 有时还会以人为祭品 北欧国家最著名的神话 来自冰岛一首名为史莱木之诗的诗 诗中叙述 有一天索尔醒来 发现他的锤子不见了 气得双手发抖 揣胡子瞪眼睛 于是他带着侍童洛奇去拜访弗瑞亚 问他是否可以将翅膀借他 好让洛奇可以飞到巨人所住的约藤海 以查探那些巨人是否偷了索尔的锤子 洛奇到了约藤海后 见到了巨人之王史莱木 后者得意的宣称 他已将锤子藏在地下七里隔的地方 并说除非诸神将弗瑞亚嫁给他 否则他不会归还锤子 除非你了解吗 这些善良的神明突然间 面临了一个全面的人质危机 巨人们夺走了诸神最有力的防卫武器 这是令人完全无法忍受的情况 只要巨人们拥有索尔的锤子 他们便能够百分之百控制诸神与凡人的世界 他们要求用弗瑞亚来交换锤子的行为 也令人无法接受 如果诸神被迫放弃弗瑞亚 这位保护天下生灵的丰饶女神 则天也上将看不到绿草 所有的神明与凡人也都将死去 这真是令人左右为难的困境 假如你能想象一群恐怖分子 扬言要在伦敦或巴黎的市中心 引爆一枚核子炸弹 除非他们达到他们所提的可怕要求 你马上就可以了解这个情况的严重性了 据说 勒提回到阿斯加德后 这叫弗瑞亚穿上她的新娘礼服 准备嫁给巨人之王 呜呼哀哉 弗瑞亚非常生气 他说 如果他答应嫁给一个巨人 人们准会以为他想男人想疯了 这时候 一个名叫海姆达尔的天神 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他建议索尔扮成新娘 把头发竖起来 在衣服内垫两块石头 装成女人 可想而知 索尔当然很不情愿 不过他终于不得不承认 如果他要取回铁锤 这是唯一的办法 于是 索尔穿上了新娘礼服 洛奇则扮成伴娘 洛奇说 现在就让我们这两个女人 前往约腾海吧 以现代话来说 索尔和洛奇 是天神中的反恐怖特勤小组 他们能扮女装 任务是渗透巨人的根据地 夺回索尔的锤子 他们到达约腾海后 巨人们开始筹备婚宴 然而在研习中 其娘就是索尔 一口气支下一整只牛 和八条鲑鱼 并且痛饮了三桶啤酒 把史莱姆吓了一大跳 这个突击小组的真实身份 几乎就要曝光了 幸好洛奇即使变称 弗瑞亚是因为期盼到约腾海来 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吃饭 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史莱姆掀开新娘面纱 要亲吻新娘时 吃惊地看到一双红彤彤的眼睛 此时洛奇再度出面解围 他说新娘是因为在婚礼前太过兴奋 才整整一个礼拜都没有合眼 于是史莱姆便命手下将锤子取来 以便在进行婚礼时放在新娘的怀中 据说 作尔拿到锤子时 忍不住放声大笑 他先用锤子击杀了史莱姆 然后便将巨人们 以及他们所有的亲族杀个金光 就这样 这个可怕的人质事件 终于有了一个美满的结局 索尔这个天神世界中的蝙蝠侠 或007 又再一次击败了恶势力 这个神话故事到此结束 然而其中真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不仅是一个有娱乐效果的故事 同时也只有说明的作用 我们也许可以做如下的解释 当旱灾发生时 人们便思索天空之所以不下雨的原因 是因为巨人们偷了索尔的锤子吗 也许这则神话之源起 是人们试图解释一年中 季节更替的现象 冬天时大自然死亡 是因为索尔的铁锤被偷到约藤海 但是到春天时索尔便将它取回 如此这般 神话的作用便是为人们不了解的事物 寻求一个解释 然而一则神话可不只是一个解释而已 人们同时也进行与神话有关的宗教仪式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人在荒汉或作物欠收时 如何依照神话情节来扮演一出戏剧 也许村里一名男子会打扮成新娘 用石块绑在胸部 以便从巨人那儿偷回铁锤 人们这样做的目的 在采取若干行动以促使下雨 好让田地里长出作物来 除此之外 世界其他各地也有许许多多如何将季节的神话编成戏剧 以加速季节更替的例子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对古代北欧的神话世界有一个粗浅的印象 事实上 关于索尔与欧丁 弗瑞言 弗瑞亚 霍德尔 沃尔德 与其他多位天神 还有数不清的神话故事 这类神话式的观念遍布全球 直到哲学家们开始提出疑问为止 当世界上最早的哲学开始发展之际 希腊人也有一套表达他们世界观的神话 这些有关他们的天神的故事 难是数百年来世代流传下来的 这些神包括主神宙斯 太阳神阿波罗 主神之七希腊 与思智慧艺术学问 战争等的女神雅典娜 九神戴奥尼索斯 医术之神艾斯克里皮亚斯 大力士海瑞克里斯 与海菲斯特斯等等 西元前七百年左右 有一大部分的希腊神话 被河马与赫西欧德以文字记录下来 至此情况大不相同 因为神话既然以文字的形式存在 也就可以加以讨论了 于是最早的希腊哲学家 对于河马的神话提出批评 理由是神话里的天神 与人类太过相似了 他们与人一样自大狡诈 这是破天荒第一遭 有人说神话只不过是人们想象出来的 批评者当中 有一位名叫赞诺芬尼斯的指示家 生于西元前五百七十年左右 他指出 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这些天神 认为他们也是由父母所生 并像凡人一样 有身体穿衣服 也有语言 问题是 伊索比亚人认为天神是扁鼻子的黑人 史瑞斯 巴尔干半岛东部的古国人 则认为神有金法蓝眼 只要使牛马狮子会画图 一定会把天神画成牛马狮子的模样 在这段期间 希腊人在希腊本土与意大利南部 小雅西亚等希腊殖民地建立了许多城市 在这些城市中 所有的劳力工作都有努力担任 因此市民有充分的闲暇 可以将所有时间都投注在政治与文化上 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中 人的思考方式开始变得与以前大不相同 任何人都可以发言 质疑社会的组成方式 也可以不需借助古代神话 而提出一些哲学性的问题 我们称这样的现象为 从神话的思考模式 发展到以经验与理性为基础的思考模式 走进希腊哲学家的目标 乃是为大自然的变化 寻找自然的 而非超自然的解释